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根据日本新闻网的最新消息 日本学船厅渔政船在琉球宇纳国岛附近的日本排他经济海域 扣押了一艘台湾渔船并逮捕了渔船54岁船长 最近面包冠军师傅吴宝春在脸书po文 确定收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入学通知 决定就读该校的亚太区EMBA 但下学期 吴宝春另外也受邀到台大以食物教师身份开授通试课 还未受控选读旁听台大的气管课程 远销新加坡的官庙面也被卷入毒淀粉事件 业者29日出示自行送检的报告自清 表示这两天已经接到不少电话 经销商都在观望是否要退货 让他们伤遇受损 而卫生署官员说 这两天官方报告就回出炉才能知道结果 台湾南网好手卢彦勋 于台北时间今天凌晨 终于敲破放往南单第一轮大门 但也传出脚踝鼓裂的消息 将在座进一步检查确认 能否继续征战下去仍是未知数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